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我們今天正式上課 首先歡迎大家來到鐵花村 鐵花村到底是什麼樣的地方 今天就由大家自己去感受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 因為原本今天主持人應該是村長 村長他在化妝 結束的時候才會出來露臉給大家拍照 我們村長是一個很帥氣的 一個阿美族的壯漢 右邊這個是廁所 大家都可以去那邊使用 如果有需要的話 不要再走到我們辦公室借廁所了 那邊是辦公室 好 然後你們的那個票根 票根都可以換免費的飲料 都換了嗎 可以續杯嗎 沒有辦法續杯 真的是很抱歉 續杯可能要用買的 好 然後那個外面呢 有我們慢事集 你們都有蓋到那個入場章 入場章的話你們就可以自由進出 然後在這邊還是要呼籲一下那個外面的觀眾趕快入場 因為今天門票其實才兩百塊錢而已 然後演出的節目又這麼的堅強 而且今天在擺椅子的時候 我還跟吧台說今天人會很多 要擺多一點椅子 所以請大家給點面子 在外面的朋友 你們不要再把頭架在那個看得到舞台的地方了 今天也才兩百塊 你點一杯飲料 你點一杯飲料 再加個幾十塊 你就可以入場了 好好的那個 將心比心一下 真的是 就當作是可憐可憐我們 我們對不對 我們這樣要這樣才可以達到自主營運的里程 我們所有的英語 都是會回饋到這些歌手身上 所以大家只要多消費 然後多買一點票 這樣這些錢其實不是放到我們口袋花的 我們當然要領薪水 只是說這個多餘的錢 我們會回饋給這些在地的歌手 好 那今天是有兩組樂團 上半場是一個叫黑白銅的樂團 他們其實三個人 然後因為膚色分別有黑色跟白色跟銅色 但是今天因為那個銅色的皮膚的女生沒有來 所以今天他們叫黑白樂團 因為他們就少一個人 但是有另外補兩個人 也是大概是一個黃色加一個咖啡色的 然後混在一起 還是一個銅色 然後下半場是八六六十樂團 八六六十樂團他們除了唱歌跳舞以外 他們還會做運動 他們每個人有各的運動專長 他們其實身懷絕技 然後私底下還會去做一些天蝎菜集 收集一些那個鼓搖 然後做一些調查 陪陪老人家聊聊天 聽他們說故事 然後和一些保力達 然後那今天呢 最後我就不多說了 本人僅代表 那個台灣好基金會 然後還有鐵華春 歡迎大家到 那個 反正你們都來了 就歡迎你們來 好我們掌聲掌聲歡迎黑白同樂團 掌聲歡迎黑白同樂團